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在开始功能表中定选程式和资料夹 开始功能表的功能 已经在上一篇2-1 Windows 7 桌面介绍中 详细介绍过了 这篇就不再重复 这一篇只介绍如何在开始功能表中 怎样来定选程式和资料夹 首先点选左下角的开始 选择所有程式 点选Google 矿这个资料夹 将滑鼠移到Google 矿上面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定选到开始功能表 选择上一页 Google 矿已经定选到开始功能表左上角这边了 我们点选一下Google 矿 这样就可以开启Google 矿这个浏览器的 那如果以后我们不想使用Google 矿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定选取消 这边要注意一下 取消定选并不会把程式删除 删除的只是定选在开始功能表上的程式接近而已 点选左下角的开始 将滑鼠移到Google 矿上面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从开始功能表取消定选 这样子就移除Google 矿再开始功能表的程式接近 我们现在来假设一下 假设Google 矿的程式接近没有出现在所有程式里面 那怎么样把Google 矿的程式接近定选在开始功能表 首先我们先找到Google 矿的资料夹位置 将滑鼠移到Google 矿上面 将滑鼠移到Google 矿上面 然后按下滑鼠左键不要放开 这边注意一下 我们要将Google 矿拉到开始功能表这边 所以我们要按下滑鼠左键不要放开 然后将Google 矿拉到左下角的开始 等后一秒钟就会弹出开始功能表 再将Google 矿拉到左上角的这边来 放开滑鼠左键 Google 矿已经定选到开始功能表了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怎么样将资料夹位置 也定选到开始功能表 首先我们到低潮 我们选择公司这个资料夹 将滑鼠移到公司这个资料夹上面 按下滑鼠左键不要放开 然后将公司这个资料夹拉到左下角的开始 等候一秒钟 就会弹出开始功能表 再将公司这个资料夹拉到左上角的这边来 放开滑鼠左键 公司这个资料夹已经定选到开始功能表了 我们点开公司这个资料夹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跳到公司这个资料夹里面了 了解开始功能表的定选程式功能 可以让你操作Windows的时候更加便利 谢谢